讲完了基因表现的过程 基因有转入转入后来修饰 转移转移后来修饰 那这个基因的表现 可不可以被调节呢 我们现在科学家知道 基因的调节其实很复杂 尤其是蒸合生物超复杂的 因此在高中 我们拿的是细菌的基因调节 叫做操纵组这样的例子 来做例子说明 因为比较简单 也比较好理解 不然你回到我们蒸合生物的 那个基因调节 蛮复杂的 好那有关于细菌的那个基因调节 就要推到1940年代 法国科学家莫诺跟甲科 他们研究大肠侃菌 他们最先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大肠侃菌会有些基因 可以表现出跟乳糖代谢有关的酵素 但这些酵素这些基因 平常是不表现的 就是我可以代谢乳糖啊 但平常没有乳糖 我不会表现出这些酵素来 好但如果我加入了乳糖 这些跟乳糖代谢有关的基因 就会开始转入开始转移 他们先发现 乳糖可以让乳糖代谢相关的基因 开始转入转移 那乳糖是如何诱导 这些基因表现的呢 他们就开始研究 就解谜出原因了跟极致了 好首先他们发现的叫 大肠侃菌的乳糖操纵组 这是什么 透过乳糖来操纵这个基因的表现 所以叫乳糖操纵组 那我们看它的结构 这一段呢叫做构造基因 这边叫基因A基因B基因C 就是乳糖代谢相关的基因 这个构造基因就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基因 这个基因就跟乳糖代谢有关 是我们的目标主要主角基因 我们称为构造基因 而每个基因的前面一定会有一段叫启动子 Permoter 让RNA聚合酶降落的那个位置 来引发后面基因的转入 所以为什么叫启动子 它启动了基因的转入 也就是启动了基因表现 所以启动子我们也学过了 每个基因前面都会有 让RNA聚合酶降落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启动子后面 有一段叫做操作子 这什么鬼啊 等一下会讲 好现在我把它擦掉 所谓的乳糖操纵组是什么呢 是乳糖代谢相关的这些基因 跟它前方的启动子 跟启动子后方的操作子 这些结构被叫做乳糖操纵组 那除了这些乳糖操纵组的成员之外 这个东西叫调节精 它跟乳糖操纵组有关 但它不属于乳糖操纵组 这我们等一下会讲 它不是乳糖操纵组的成员 但它帮助了乳糖操纵组被操作 好来我们看看它怎么进行 当然他们在1915年就得到诺贝尔生物医学奖了 好那我们看它的实验结果 直接由我画的图来做表达 今天呢我在养这个细菌 这个培养机中没有乳糖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的调节基因会经由转路 这是转路的路 经由转移 形成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叫做抑制质 顾名思义是一种抑制性的蛋白质 这个抑制质呢会连到操作纸上 所以它操作纸被操作了 好一旦连上去之后 它的轻荷力颇高 所以不容易掉下来 这时候呢我想要表现后面的基因 我的RNA剧原来不是要降落在启动子 启动基因的表现吗 它就降落了 降落之后发现 哎呀我要往后发现我的路径被挡住 所以这时候后面的基因 全部没办法转路 因为RNA聚合酶被抑制质挡住路了 抑制质抑制了RNA聚合酶的转路动作 好但如果今天你的配养机加入了乳糖 乳糖就会跟抑制质结合 抑制质的形状就会改变 此时它就连不上去了 它的轻荷力下降 那这时候你的RNA聚合酶就降落在启动子 它就不会被挡住 它就可以一路向北 把后面的几个构造精 都经由转路 经由转移 产生这些酵素 代谢乳糖的 和吃入乳糖 胜入煤 把乳糖吃进细胞里面的 这些跟乳糖代谢有关的酵素 那这时候它就增加乳糖的吸收 跟乳糖的代谢 好了 乳糖竟然可以让这些精被活化 基制式 抑制掉抑制质 抑制掉抑制质 就是负负得症 你就被活化 好 那这样子的模式是什么呢 这些酵素 我猜一下 这些酶 是不是作用在乳糖 乳糖就是瘦脂 这些酶的瘦脂 所以这个调节的模式 叫做瘦脂诱导了基因的表现 瘦脂诱导了基因的表现 你有瘦脂 那这个酵素的精就要表现 瘦脂诱导了基因表现 乳糖操纵组就属于瘦脂诱导的类型 它的机制是透过抑制掉抑制质 乳糖操纵组讲完了 乳糖活化了基因的表现 那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操纵组 叫做色胺酸操纵组 我们来看它的模式 一样会有调节基因 一样它会经由转路 一样经由转移 形成抑制质 但差在哪里呢 这个抑制质一开始没有活性 根本连不上去 它的结构根本轻药力太低了 它连不上去 所以平常你的RNA聚而媒 都会降落在启动值 启动后面的基因的表现 而这边的基因很多 你看TRB EDCAB 这些基因呢 经由转路经由转移 就会形成一大堆酵素 这些酵素会吹化色胺酸的形成 色胺酸是一种很重要的胺基酸 换句话说一支戏剧 不干扰它的时候 它会自己合成色胺酸 供自己使用 很好啊 你需要这个产物 你产生它的酵素 然后就做啊 但如果今天色胺酸过多呢 哇你看到这个绿绿的方框吗 这些都是色胺酸 色胺酸做出太多了 那当然这些戏剧会说 不要再做了 太多了 怎么办 这时候色胺酸就会连上 抑制质 当抑制质连上了这个色胺酸之后 反而活化 它就更容易连上了操作纸上 所以这个色胺酸又被叫做共同抑制物 它活化了抑制质 色胺酸跟抑制质结合 才会变成有活性的抑制质 就连上去 这时候RNA剧原酶就算降落了 会发现被挡住了 所以这时候这些基因就没办法表现 好了 大家回头看 所以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些基因是要产生产生酵素 这个酵素呢会产生色胺酸 所以色胺酸是产物 当你的产物过多的时候 它会回来抑制掉你的表现 所以这叫产物抑制 产物抑制基因的表现 它的那个机制是什么呢 活化抑制质 我的产物跟抑制质结合 反而活化了抑制质 活化抑制质使得抑制质抑制你 你的霉就被关掉 这叫产物抑制 那前面的鲁糖操纵组是 受质诱导 好 那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整理吧 什么叫受质诱导 什么叫产物抑制 用个减图表现一下 假设A加B被催化成C A加B叫做受质 被酵素催化的对象叫受质 所以这边会有霉 酵素在这里 那它产生的C就是产物 如果今天你的受质好多 哇我好多受质 这时候不就应该要促进 酵素的产生吗 这叫做受质诱导 所以这时候你的酵素的基因 会开始表现 增加 这叫做受质诱导 它的机制叫做 鲁糖抑制掉抑制质 负负得正反而变促进了 这叫受质诱导 但如果像四万三双方鼠这个例子 刚好相反 它是产物过多 回来抑制酵素的产生 这叫产物抑制 那它的机制是 这个产物叫酸酸 它活化了抑制质 让抑制质抑制了 基因的表现 好了 这两个例子 刚好一个正向一个负向 然后都有很有意义 一个叫受质诱导 基因表现 一个叫产物抑制 基因表现 各位要知道它的机制 受质诱导 是抑制掉抑制质 产物抑制是活化了抑制质 以上我们就把大肠杆菌的乳糖操纵组 跟四安酸操纵组 透过乳糖跟四安酸 这个受质跟这个产物 来调节基因的表现 这叫乳糖操纵组 它的结构 它的机制比较单纯 这个节目是